Daisy Accounting以前有很多版本 那究竟 如何把以前的旧版本的资料 转为Daisy Accounting2009版的资料呢? 旧版的情况有两类 一类就是最近期的 包括Version 13和Version 14 另一类就是Version 12、11、10以前的版本 不论哪个版本呢? 如果你做转换 都需要为每一个资料夹的内容作转换 即是说,如果你有三间公司 就是三间公司做 如果每一间公司再分不同的日期 即是在不同的资料夹 你每个日期都要再做一次资料转换 好,接着我们就了解一下 究竟如何转换 如果是Version 13和Version 14的版本 在Version 2009的版本 是可以直接读它们的资料过来 和自动转换的 正如我们在示范中 表示过 你要先将旧的资料作一个Backup 然后在新的系统里面 建立一个仗册 没有资料的仗册也可以 然后再以Restore的方式 抄入新的系统 这种是最好的 因为万一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会影响你旧的系统 或者你未掌握新的系统的运用的时候 你还可以在旧的系统里面 继续工作 以后再做Conversion也可以 如果全公司只有一台电脑 没有办法将新的系统 分开独立安装 这样你一定要先将旧的系统 做了Backup 做了备份 然后安装新系统 选择将旧系统 转换成新系统 因为资料一经转换 你想再执行旧系统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办法 拿这个资料库 再继续运用 如果是Version 12 或者以前的版本是如何 Version 12 包括Version 12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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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30天内,你可以任利用 你拿它来做conversion conversion了一个之后的data 你就可以conversion 到现在最新版本 dacy accounting 2009的版本 来运作 当然,如果你是 超过30天,那你就要做 注册登记,你可能要给 一个license fee 我们 买过一套 Version 13或者14的版本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 给一个服务费 由dacy hk limited的supporting同事 帮你做资料转换 资料转换 就要视乎你的资料 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就没办法转换 不过我们guarantee 就是不成功 十足退回 你所付的服务费 好了,有关Dacy accounting 旧版资料 转换成新资料 的说明 就已经完毕了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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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